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选股神射手 筹码不离手 大家好 我是神准一家杨绍凯 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四 好 大盘持续上涨 今天跟各位讲一点点就好了 基本上也没什么好讲的 但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几个主题 第一个指数往下一个目标迈进 下一个目标在哪里 我昨天就跟各位讲了 那我们今天主要跟各位讲第二个 热钱回流成交 电子成交比重回温 再来就是说 到底要去买创高股呢 还是低档结束的股票 要选哪一个 等一下我们来再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然后也用案例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大盘的部分长线这个三月底 我讲的四月会进入短修正 那四月我说会上五万两万一对不对 那跌到低点的时候 我也跟你讲这个下杀取量 这个是好事 那已经结末端了 空间时间都有限了 那昨天讲到这里嘛 对不对 我说会挑战两万一千点到两万一千九百点 今天最高多少 两万一千五百一十五点 那或许大家会觉得说 来到两万一千七百点到一千九百点 是不是波段就涨完了 今年就涨完了 不会啦 不会那么快结束啦 不用担心啦 那我今天从两个角度来跟各位讲 第一个 过高后会有技术性拉回 涨势也不会结束 不用担心 那为什么说过高后会有技术性拉回呢 很简单 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简单聊一下 我们去看大盘的六十分线就好了 今天下来 它今天开盘是在这个位置 那今天收盘下来 收下来 它是把这个缺口 已经补掉一部分了 所以呢 短线 短线会拉回 还有第二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是 它离我的支撑 设定的支撑比较远 那这个部分我今天就不讲了 你有兴趣的话 扫描屏幕下方的QR Code 我有今天有录一集短语音 你去看你就能了解了 这是为什么短线会拉回 好 那短线会拉回之后 你要不要担心 你不用担心 为什么 因为涨势还没结束 那为什么涨势还没结束呢 我们用今天来跟大家聊聊台币吧 这是台币 我切完台币给大家看 这是台币 好 那台币这个叫贬值 一般来讲啊 外资啊 外资买台股 他会参考两个 两个商品 一个当然就是美股 美股的话 最主要就是 汇程办奥底为主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怎么样 就是台币走势 那当台币在贬值的时候 外资他就会大多数时间 他会站在卖方 如果美股又下跌的话 那当台币升值 这个往下是升值 因为他这个是图的关系 往下升值的话 他就会怎么样 就会开始有热钱流入 美股涨台币升值 外资就会买超台股 所以说以整个台币的形态来看的话 各位 这个叫头部形态 这个我们简单的讲 这个叫M头 那M头这一条叫做颈线 今天升值跟过去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不一样呢 因为他已经跌破了整个颈线 跌破颈线 他会持续往下 我告诉各位 往下是升值 不要看错了 往下是升值的话 利于热钱流入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形态学 也就是台湾五种常见的头部形态 左边的头 右边的头 一般来讲 右边都比左边低 这个就是右边比左边低 就是以所谓的一个M头的形态 了解我的意思吧 再来就是肩头反转 再来就是头肩顶 再来就是相形顶 再来就是卸形顶 那将来有看到这样子的东西 我们再来教各位 那台币来讲的话 这个就是一个 它贬值已经告一个段落了 那还有一段空间的一个升值的走势 升值走势就会进入什么 进入的有利于热钱流入 那个台股就会继续涨 这样子应该都清楚了啦 那离支撑太远的话 我说过了每天 离支撑太远 比如说我打个比方 我打个比方 我说过了 你订阅我频道点击主页 点击主页 早上9点10分之前 我通常会把当天的短支撑 告诉你们 今天的短支撑 短支撑在21,200点到21,220点 好各位 我们先看一下 好我们切回来大盘来看 今天收盘收在21,300 不管在收在什么位置 各位最低来到21,249 对不对 尾盘到这个位置 那你去看哦 一开盘开在21,319点 最高来到21,510点 那我的支撑在22,000 是不是乖离太大 乖离太大的话 就容易怎么样 开高走低 做一个技术性的修正 说到今天是开高之后走低 收盘还是涨 涨157点 但是本来最多的时候涨多少 涨300多点 为什么涨300多点 会变成涨157点 因为他关于太大 这样子听得懂了没有 听有没有 听没有 不要去看白人的 因为你看得懂的 你听得懂的 跟你的程度一样 对你没帮助 你听不懂的 你才要学习 所以我说 我的节目 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我会告诉你一东西 慢慢的去积累 你永远就不会被 当一个被宰割的散户 当然这要时间积累 所以加入我的频道 很重要 慢慢的去日积月累 那我们都写了 有拉回也是 这是波浪 这个就不讲太复杂了 波段长势也没结束 明天有拉回 你也不用担心 还没结束 那提醒大家 诈骗集团很多 我出门 今天总共收到六通电话 六通电话打给我 都是我的朋友 要码我的亲戚 要码我的朋友 跟我说什么 来你自己看 问我说这真的还假的 我说假的诈骗集团 还盗用我的生活照 这是我朋友 传来告诉我的 总共有六个 不止一个 所以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如果你喜欢我这个人 你欣赏我这个人 喜欢看我的节目 不要乱加 都是诈骗集团 了解我的意思吧 再次叮咛大家 通通是诈骗集团 不要看到我的头像 我的生活照 全部都是诈骗集团 你要避免被骗的方式 只有一个 加我的line 我的line只有一个 小老鼠RICH899 只有这个 其他地方没有 粉丝团 用我的头像 那都是假的 避免被骗 最好就是加我的line 不要乱加 再来 养成正确的观念 没有免费什么投资 免费带你操作 保证赚钱 这个都是诈骗集团在说的 了解我的意思吧 大家都想不劳而获 诈骗集团就是利用你们这种想不劳而获的心态 去骗你们 再次叮咛大家 所以 我刚说过 我今天还录了一集短影音 下午回去之后 我还会再做一个 做一集那个风向球 这个在节目上看不到的 所以 扫描QR Code 订阅我们的频道 开启小亭丹 你都可以随时看到这些影片 额外录制的 所以我的节目跟别人不一样 有真正的 有功夫的技术分析 有主力的操作心灵 有更多的优质短影音 好 创高跟低档整理结束 要先来一个 我这么说吧 看情况 为什么我说看情况 第一个股票会创高 表示什么 表示它基本面很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它会创新高 表示什么 表示股票有人做 股票有人做 谁做我们不用管它 股票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 如果没有资金去推 没有主力去拉 它是不会涨 你说简单就是这么简单 那股票涨一定有怎么样 有资金去推 有人做才会往上涨 所以你的股票跟未来的行情 有没有关系 在于有没有人做 了解吧 那再来 那如果说有人做 也不是随便乱买 我打个比方 我打个比方 我常跟大家讲 我说如果说你要稳定赚钱的话 我说过我30年总结 两个稳定帮你赚钱的方法 对不对 那你说简单很简单 也不难 我说能稳定帮你赚钱的一个 叫右侧交易 这个底部形态选股 对不对 那右侧交易 各位来你注意看 右侧交易是拉回 不是叫你去追涨 是涨势拉回支撑买 利用上涨的趋势 这个叫涨势 利用拉回测势支撑的时候 去做买进 我打个比方 上全 我们在上个月的4月26号 礼拜五买进 对不对 当时在这个位置 它是开高走低的拉回 那120以下这个都是支撑 对不对 那今天我们全出了 今天我们全部都把它出掉了 那从这里最高到这里 总共可以怎么样 可以赚36% 那我问各位一个问题 你来看一下上全 同样一档股票 今天去追的 盘中连线 听到上全怎么样去追的 到收盘 全部套 对不对 所以说光通性 整个产业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啊 可是同样的股票 为什么有的人买 我们买 怎么卖都赚 我们今天随便卖随便赚嘛 对不对 今天随便卖随便赚嘛 因为我们是在这里买的嘛 我们是在这里买的嘛 利用拉回来测试资深买的嘛 你今天不管追在哪里的 你追在高点的全部套嘛 是不是 所以我说啊 同样的股票 基本面 上全基本面 整个那个细光子的基本面 有改变吗 没有改变 但是真正影响你赚规的 关键是怎么样 你除股价趋势 你能不能看得懂 还有怎么样 能不能的去把握到 正确的进出场时机 这个中不要 这个很重要 今天上田出完之后 我们今天又买进一档股票 涨停板 哪一档 嘿 抱歉 不公开 我跟你说有就是有 我明天会拿证据给你看 不公开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家族成员 为什么 股票有筹码的问题嘛 是不是 我讲个简单的啦 盘中连线的时候 大家都在讲上全嘛 拉上去你听到了 哎呀追上去不买追不到咯 不买怎么样 你一追上去 筹码乱了 他的主力当然就修理你啊 这个叫做股票市场 也是台湾市场 台湾市场就是一个主力的市场 你看得懂就怎么样 就能赚 那你看不懂啊 你就被主力怎么样 割韭菜 上下起手 了解吧 所以说整个细光子的产业未来 那当然不用怀疑啊 但是股价呢 股价他的有进商出厂时机啊 你没有把握好 你好买到对的股票 你一样赚不到钱啊 再来康权练训 是逊州的短值投资公司 逊州最近也涨 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做逊州 为什么做康权 两个基本面不一样 因为康权他怎么样 他的四月营收不错 对不对 他整个四月营收年任率是四倍多 月增三倍多 而且三月开始他有怎么样 有比较多的出货 那为什么三月开始会有比较多的出货 因为他成功拿下印度大厂 电信业者的标案嘛 那这些标案 他可以共计什么第二季的营收嘛 如果四月好 五月会差吗 六月会差吗 那不仅第二季啊 第三季也会很好啊 是不是 欧洲市场也有啊 是不是 所以说各位 你去看 股票 今天盘工中场零 尾盘收下来 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最起码他会涨 那有方法跟没方法 差很多 我为什么说 有方法跟没方法差很多 我打个比方 我打个比方 我们在这里买 在这里买进加码 对不对 我说我们加码有个原则 你方向对了才能加码 比如说 我们在这里买 他已经上去的拉回来 这里测试支撑 可不可以加码 当然可以 因为你方向做对了 方向做对了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顺势 你顺势才可以加码 好 那再打个比方 我们上个礼拜 把加码单卖掉了 他在这里震荡整理 你会不会害怕 你不会害怕啊 因为你这个加码的 在这里赚掉了 你放到口袋 你原来的在这个位置嘛 那你在这个位置 你需不需要害怕 你需不需要害怕啊 那短线的震荡 在上下起的时候 包含怎么样 包含今天冲过去 然后放量下来 你需不需要害怕 你也不需要害怕 因为再怎么样 你有方法的去执行 你都是赚 多赚一点 少赚一点 那以目前为止 其实也没多久的时间啊 从我们买进到现在 从我们买进到现在 也不过一个多月的时间啊 可以赚多少 44% 你什么钱一个月 可以赚44% 你自己去比较嘛 你的股票你选的 有没有赚44%嘛 所以啊 这种做法都是怎么样 都是有方法有获利的 为什么一档股票 它要翻倍的过程 它是第一个 它是需要时间的 第二个 它是要有方法的 所以我才跟你们说 你说类似同样的股票 未来的机会 有没有 还有啊 那重点是 你懂不懂得去运用 怎么样去保护你的资产 所以我跟各位讲 我没办法 但让你一夜致富 但是我可以帮你们 做一波行情就翻身 一次就可以翻身 我选的股票 今天买进的 也是类似上全 在测试之争的 我明天拿给你看 今天涨停板啊 我故意不讲 要是涨停板 别人的涨停板 拿出来讲啊 今天涨停板的股票 几只啊 39只啊 买涨停板 没什么了不起啦 看有主力在里面的 就能涨停啦 这个很正常啊 没有什么了不起啊 重点是真的假的 你为什么要在那里买 你要清清楚楚的知道 所以我说 你要赚100%能不容易 不困难 你要方法 方法你才能达到什么 加成的效果 对不对 然后才能去做整个波段 你才有办法去赚100% 才能用最短的时间 去翻身置物 所以各位 还有新的股票 我会帮带各位 带各位去操作 我也帮你找出来了 很简单 如果你想翻身 你很简单 留言扫描QR Code 赖留言翻身股 加电话 那怎么样 跟我一起来 让我来帮你一次翻身 好不好 好 那等一下没有讲完的部分 我们广告过后 再回来继续跟大家分享 我们先休息一下 进一下广告 马上回来 好 讲完右侧教育之后 来讲底部形态 这个都是两种稳定的 那警线是最基本的标准 跌破的都不是底 都是假的底 那拉回来不破 这个才是真底 突破了之后 不会再跌破 这个就是底 那从鸿海开始 三月份的鸿海 两个月的时间 对不对 怎么做怎么讲 你看我们 我带你买都是拉回买 你最害怕不敢买的时候 我带你买股票 对不对 都是拉回买 哪一笔不是 昨天卖了就卖了 昨天卖了就卖了 那鸿海今天创新高 我们手上还有嘛 昨天为什么要卖一半 我在这里跟你讲 波段涨是没结束 但已经没有超额利润了 什么叫超额利润 我打个比方 我打个比方 今天鸿海最高 来到179块 我们讲外资好了 不要讲我的 那我的目标价 跟外资 其实也差不了多少 我根本打个比方 外资的目标价 普遍看200 今天179块 好 假设外资 讲的200会来 有没有大前赚 没有 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们昨天 减码一半的原因 了解我的意思吧 了解吧 因为它已经 没有超额利润了 它只剩下什么 只剩下少 只是说它还没涨完 我也跟各位讲过 我也跟各位讲过了 我说最少会来到这 这我算的 到的时候我会公开 今天也没来 来的时候我会公开 这是为什么 我们只卖一半 留一半 因为它还会在涨 还会在涨 那你买在哪里的 有差别啊 你在这里买 170的鸿海 你有没有大钱赚 没有 所以我不会带你在这里买 我不会带你这里买 好的买点 我跟你讲的时候 都是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带你买 这个位置我带你买 其他地方这里 我们从来不会 说哎呀买鸿海啊 没大钱赚啊 哎呀我喜欢鸿海 赚钱你喜不喜欢 你喜欢赚大钱还赚小钱 我在哪个地方 我在问你们一个问题 如果鸿海跟华硕来做一个比较 这个买点都我预告的 对不对 我们也是真的有买 我问你哪一个空间大 你认为哪一个空间大 昨天华硕拉回来 我们跟你讲 他只是测试支撑而已 对不对 我说测试缺口 我说测试缺口 执政间又创新高 你认为哪一个空间大 哎呀我喜欢鸿海 那你去喜欢吧 但是呢 我喜欢帮你们赚大钱 你要赚大钱呢 还是去买你喜欢的股票 要嘛不会涨 要嘛赚一点点 那个你自己决定啦 好再来 集团双死心 这是不是也是底部形态 是不是 这不是仁态心 9945 这是周线 这个位置 这一根 我跟你讲的时候 是不是5月8号 对不对 现在喷出去 我跟你讲的时候还没涨 5月8号在哪里 5月8号在哪里 5月8号在这里 我跟你们讲的 今天创新高 这传产啊 这怎么样啊 我不喜欢 我就问你赚钱 你喜不喜欢吗 你喜不喜欢吗 你喜欢赚钱 你就把一些散户的 你那些错误的观念 你把它泡掉 好好的跟我做 那再来 那个润态权 这个都5月8号嘛 润态权2915 5月8号在这里 这是不是底部形态 这是不是打下来回撤 那你去看看 跟我对照的这个图 一不一样 一不一样 这是不是好的买点 这是不是好的买点嘛 我帮你们 带你们买的时候 需要去追高吗 不需要啊 这不买得很轻松吗 这有去追吗 你不需要啊 该加码我们加码嘛 对不对 今天拉回来 拉回来结束了没有 没有 还会再涨 还会涨到哪里你知道吗 你不知道啊 我知道啊 你们喜欢免费的资讯啊 对啊 免费的最贵 为什么免费的最贵 要嘛碰到诈骗集团 免费 温贪的 百名的 跟某个老师 对不对 这不是最贵 结果财产被骗光了 这是免费的最贵 第二个 免费的你不会珍惜 为什么我说免费的你不会珍惜 因为我跟你讲的 你不需要花任何代价 这一百亿个股本 论耐权 三百亿的股本 这个我都可以跟你讲 无所谓啊 但是大的你 你抱不住嘛 这两百多亿嘛 这不是小股票嘛 对不对 但是你啊 不用钱 老师说的 我们有贪贪一些就好了 浪费行情 真的 你要赚 我说过你要赚 你就是要赚大钱 我说股票基本上30% 但是爆30%是一个过程 不是一天两天 每天涨停板 当然我们也希望这样子 那每天涨停板 那是看股票的股性 还有主力的手法有关系 像这种大股票 它不容易每天涨停板 因为它股本大 但是每次的拉回震荡 你都会犹豫 都会怀疑 都会质疑 都会错过什么 错过好的进场时机 我跟你讲的时候 是不是最好的进场时机 我请问你 我有让你们去追高吗 没有 我有没有帮助你们赚大钱 最少都是30%以上 那如果30%30% 最少的哦 30%50%一倍 我请问你 你能不能翻身致富 所以说啊 行情啊继续有啦 这个我就不讲了 但是选对选错继续选错命运结果都不一样 怎么选趋势 让我来帮你 精湛加成一次翻身的专案 为你准备好了 用最短的时间帮助你翻身致富 赖留言翻身股 加电话 扫描QR Code 或者拨打 我们公司的电话都可以 讲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会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